上任第四天 行政院长赖清德到立法院礼貌性拜会 当国立委的他 笑称这趟毁娘家 本来我今天来要带麻豆的文旦 聊表寸意 何副民长跟我说不行 因为苏院长已经定了规矩 差点踩到国会杜绝送礼文化地雷 赖清德还是两手空空卡特董 不过隔魁拜会国会 车队并不走正门 也没走最顺路的青岛东路门 反而选了一个最隐蔽的入口禁令院 声东及西就怕有沉抗 而且首站就安排最大在野党指导敌赖 我送他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莱军这获得载物四个字 让收到纸版的赖清德 脸上笑容有些尴尬 而且亲密兰尾连珠炮 赖魁边听边做笔记 今天要是说毒品没有处理好 这个国家会灭掉 两岸关系拜托我们的赖院长 能够赶快的来处理 希望院长能够尽速解决五缺的问题 缺水缺缺缺工缺人才的问题 未来我率领的行政院团队 会谦卑面对立法院的监督 我会以我当时担任党团干事长那样的标准 来要求我的行政院的团队 套用小英总统的话 谦卑在谦卑 赖清德跟蓝英交手先采取柔软姿态 但9月22号开议 蓝维已经设下直询关卡 包括特赦陈水扁 青中爱台 一粒一休非和家园等 步步逼迫赖清德表态 我觉得大家要把你当许愿词的 哈哈哈 深感荣幸 表示大家对社会都很关心 连续两个小时走访各党团 赖清德多听少说 把立冤声音带回政院 但拜会只是前哨站 施政总直询才是魔王官 记者黄明君 烧玉米SNG小组 台北报道